秀玉的这个心情我也特别能理解 因为你想想就是真的是寒窗苦毒 然后呢这个机会如果被剥夺了 我觉得真的是对人一生都有影响 方老师我也注意到就是是不是最近啊 就已经有一个我看是山东高院吧 是不是有一个就是顶包案的一个宣判 但是我注意到他那个罪名是叫做什么 伪造国家证件罪 那么这些案件呢在以往呢还是比较多 在2020年呢发生过很多起 在以前呢他都是通过伪造公文证件的方式 对身份证件 对顶包去上大学 所以在2021年呢 那么我们国家刑法进行修正 增加了一个新的罪名叫冒名顶替罪 那如果是在2021年3月1号以后实施上大学顶包 就应当以冒名顶替罪来来论处 因为他这个案件呢是十几年之前 当时没有这个罪名 所以他是以伪造了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 这样的犯罪来论处 被情绪驱使之下的 所以我觉得秀玉幸好就是 比如说出一种冲动的举动 对因为你想就是 虽然说当然我觉得他运用法律武器去维权 而不是说靠自己的这种去报复啊或者什么 其实有可能最后真的受到伤害的可能还反而是自己 是有时候被害人也可以成为人的班军人 对是这样的过程 是的是的但这个案件中呢 确实他受到的损害有可能难以往回 因为受教育的这个机会高考 你想就年龄也摆在这儿 是已经上市的这个重新进入大学的这个机会 我也看到就是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在呼吁 就是希望说在考虑到对于这种类似的高考顶报案的处理的时候 更加的人性化 甚至是说如果在年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是不是能够去补录 我认为这是一种权利 是被害人应当享受的权利 因为在这种高考顶报案中啊 录取的学校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就是对入学资格的审查 显然是有瑕疵的 如果没有录取高校的这种瑕疵或者配合 这种高考顶报案是很难以实现的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被害人要求重新进入这个学校学习 那么学校他是有义务去接纳他的 李老师你看 现在王秀玉去主张父母的这个欠说下 去主张呢这个索赔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刑事方面 犯罪的居住时效可能过了 你觉得他还有民事上的要求赔偿的权利吗 有的因为从这个剧情来看的话 应该是说虽然说这件事情过去了 顶包的事件过去了十年之久 但是秀玉作为被侵害人实际上是 现在才知道说他被顶包了 那么从他知道之日起的三年之内 他去主张的话 其实主张赔偿都是可以的 也是给大家广大的这个用户们提个醒啊 就是说虽然说就是法律会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 但是实际上呢 你在维护你的合法权益 也是有一定时效要求的 如果你是躺在你的权利上睡大觉 待遇去行驶和旅行的话 那么过了一定的时效的话 那么也就是也没有办法给予你相应的这种救济了 所以还是要鼓励大家 在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的第一时间 积极地去维权 及时地去维权 就是民法典规定民事之中的时效 是从发限制开始算 不是从清泉制开始算 是的 这个年中尽管清泉已经十年了 但是发现的是非常晚的 所以说它没有超过发现之后三年内组绽 还是可以组绽自己权利的 我看剧情里边是应该一方是秀玉 另外一方是传媒 但是实际上咱们从剧情也听到了 有很多其实是传家 甚至是传家所在的这个集团给出的一些承诺 包括什么工作岗位的调整啊 待遇的调整 我自己是觉得说 如果是只是传媒作为一方当事人来签署这个协议的话 其实是不够的 是的 所以即使以后碰到民事纠纷 还是必须认真审核其中内容和这个合同主体的双方 看这个权利是否它需要处置权 对 所以有时候呢 很多书面上条件很多 赔偿协议有很多 最终无法旅行 那么就百签了相当于 是的 其实最理想的状态 应该是传家 以及传家所在的这个公司 他不能说拿公司的这个利益 来为他自己个人去谋取私利 这个其实是这个合同的效率也会受到质疑 最终 你看王秀逸尽管非常的委须 最终还是行内签下这个协议 对 李老师我问你一个事情 现在像这种涉及到刑事犯罪的案件中 都有很多这样的私料合同 你觉得这种私料合同在法律上它是有效的吗 法律它是一个调节手段 那么在涉及到私权力 也不涉及到比如说什么国家啊社会啊或他人利益的话 你触分的是个人权利的部分 个人权利受到侵害的部分 你跟对方达成了这种和解的也是可以的 也是有效的 对吧 你现在是要求说秀逸因为给了他30万 就类似于分口费 对 这还有不上金说要是泄密了他要赔60万 本身他就是无效的 是的 实际上是违背了法律禁止性规定 是 所以这个条款是无效的 对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老百姓很关心一件事 就认为呢 我如果不签这个私料合同 走正式的公诉程序 可能得不到这笔钱 您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因为我的理解是说 其实在不同的阶段 它都有也可以调节 包括你也可以甚至是在刑事诉讼当中 提起一个复旦民事诉讼 对吧 继续去主张赔偿啊 去主张对方的这个 就是去追究对方在民事方面的这个责任 我觉得这应该是不相悖的 是的 谢谢大家